中国长江流域陷入干旱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变为大草原 原本半身藏在江水下的洛星墩 整个露出水面 24号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公布一系列卫星照片 指出鄱阳湖近一个月 水体面积减少约66% 湖体面积从今年4月近4000平方公里 大幅缩水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 中国第三大湖泊洞庭湖的水体面积 相比过去10年同期平均值 也减少约62% 长江武汉段水位也一度创下 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低 干旱也严重冲击秋季粮食生产 美国彭博社报道 遭受干旱的六个地区 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 江西 汉 安徽 几乎占了2021年中国水稻产量的一半 种的菜来些啊 两丝瓜 黄瓜啊 还有苦瓜啊 这些都干丝球了 中共农业部也表示 7月以来的高温少雨 对秋季粮食生产构成了严峻挑战 影响了中期稻作与夏季玉米生产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灰魔张其林 综合报道